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白絲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迪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一種療劑 金雞納 China Oficinalis 也有些人讀叫做Kina 不是China Kina Oficinalis 亦都是一種Pirovium bar 即是秘撈的樹皮 金雞納是同類療法 始祖哈尼曼是第一個療劑 從這個療劑 是認識到同類療法 同類相似的原則 是用來治病的 所以可以說 金雞納是同類療法的第一種療劑 很厲害的 好了 在傳統方面 本來 金雞納是秘撈薯皮 它含有一種叫做Krinite 即是桂菱菱 一種成分 是傳統的 用來醫藥疾病 藥疾病 醫學上 是融在這方面 在同類療法裏 當然金雞納的應用範圍 是很廣泛的 其中最主要的 歸零的關鍵症狀 或者叫基調症狀 Kinok 就是生命液體的流失 即體液的流失 何謂體液流失 當然也包括 最主要是流血 失血 嚴重的失血 或者脫水 出現貧血 消瘦 虛脫 是因為嚴重的經血 導致嚴重的失血 這裏也是一個 經常用於 經前劑症候群 PMS 經前劑症候群 當然要加上所有其他的症狀 另外一個關鍵症狀 就是腹部是膨脹 很積極的 氣漲 就像氣球一樣 充滿了氣體 腹部就是這樣 整個都漲了 通常變得突擊到敏感 而且很容易敏鎮 當然也是有很長的 很嚴重的經血的問題 通常經血之後 可能要一個禮拜 或者多過一個禮拜 才可以康復他本身的體力 接著就排卵期 接著很快就進入他們的 經前症候群 這個惡性循環 主要是因為 他們的經血流過多 所以在這個情況 還有其他的可能 就是因為 開刀手術之後 或者加上肝 直腸或者消化度 因為手術之後 整個就關閉了 接著就因為經血流過多 失血過多 整個人就虛弱了起來 還有就是肝門的流血 嚴重的流鼻血 和經血 這些都可以引致到 甘雞納這個狀況 還有一個情況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流汗 因為高燒或者中暑 之後流汗流得很厲害 流失了體液 接著就從此一陣不起 但是最重要 你一定要有關鍵的症狀 就是氣和腹脹 消化不良 脾氣很暴躁 這些都是主要的症狀 通常你會見到的症狀 就像馬前指 Nuxvomica和石蟲加起來 這種症狀 好了 可能你剛才用到馬前指 幫了一會兒 但又不長久 接著你又給石蟲 Nucropodium 但也幫了一點 接著你臨下醫 可能正確的療劑應該是 甘雞娜 China Kina 好了 腹射 當然腹射會 包括體液流失 尤其是有些人去印度 或者墨西哥去旅行 接著就出現了荔疾 或者有些寄生蟲 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輻射 這種情況下 你就可以用這個療劑 可以將它因為長期的疲累 因為這個肚射 荔疾之後的問題 可以改善 改善它們的消化 改善它們的體力 改善它們的精神狀況 如果它們說 自從荔疾 複射之後 就一陣不起了 這個時候 你也看到 有一個小朋友 因為肚射入醫院幾天 做了吊塞 吊了鹽水 接著出院之後 他仍然覺得很虛弱 每樣吃什麼都化氣 這個情況 就記住 甘雞蠟 是一個好的尿劑 好 當然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 因為開刀之後 腹脹是不斷地存在 這個也是甘雞蠟的證明 好了 在媽媽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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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媽媽可能 就 生了一個雙胞胎 那就要一個 小小小的媽媽 有個雙胞胎 大的寶寶 要吃好很多奶 這種情況 媽媽跟著身體 就變得很虛弱了 因為奶也不夠 還有餵奶 令他人的體力很虛脫 這個情況 都考慮甘雞蠟的療劑 甘雞蠟也是發燒的療劑 通常燒的情況 就是燒交替 寒 有熱有寒 發燒 然後就尊寒 尊寒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藥疾病 Malaria的症狀 有發燒 又尊寒 來交替 當然 如果你是只不過是一個感冒 而你也有發燒 是與寒冷的交替 加上腹脹 這是一個甘雞蠟的症狀 所以 記住 這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康復的療劑 如果有的人 因為曾經發燒 出汗 或者吐舌 或者流失體液 而體質就差了 這個療劑 可以幫助他們 回復體力 還有就是 晚上渡汗出汗 加上人的消瘦 還有 如果他們也有氣象 是腹象 這是一個關鍵的症狀 是甘雞蠟的主要症狀 OK 通常在這種情況 他們的腹部 是漲漲的 漲得滿了 但是也很怕觸摸 觸摸和壓力 尤其是腹部的時候 他不喜歡觸摸它 在某程度上 就像石蟲 Nicopodium 石蟲通常 每次吃了飯之後 他們通常要放鬆皮帶 因為覺得很脹 在甘雞蠟 石蟲Nicopodium 和木炭carbobage 這幾個都是主要的氣象 就是腸的療劑 好 有些情況 就像腸的黏豬群 腸道很容易發酵 導致大腸發酵很多氣 這是甘雞蠟的主要症狀 出現很多氣 在一種酸的環境 可能口有異味 口有異味 吃了某些東西之後 很容易發酵 導致出現酒精 這種情況 就因為消化力弱了 或者是因為毛菌 那個糞便裡面 發現也有毛菌 這種情況 甘雞蠟都是可以應用的 好 還有一種情況 就是嬰兒子 嬰兒子 無法成長 長不大 或者嬰兒子 吸收問題 的綜合症 這種情況 當然也會想到 其他的療劑 例如荷蘭菌 Actusia 和Magnese Carbonicum 碳酸味 這些都有這些 叫做嬰兒子 無法成長 痙痙瘦瘦 他們通常吃新的東西 都會發酵 或者喝了奶 混了牛奶 都會發酵 或者排很多惡劇 這就是甘雞蠟的療劑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那個人 很虛脫 很疲勞 慢性長期疲勞 這也是甘雞蠟的應用 的地方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周期性療劑 一個主要的周期療劑 Periodicity 就是每個時候 每個時候 就會有周期出現 例如很多時候 鞭頭痛 或者有些人 周期出現感冒 可能每十四日 二十四日 又會理會 通常對風吹敏感 他亦都喜歡吃那些 比較濃味的 新辣的東西 和喝酒 好 還有一個 這是一個很好的 食物中毒的療劑 吃了一些 壞了的水果 或者生的水果 或者壞的肉類 這個就是 好像是新的 大家可能應該 學會用這個療劑 如果你試過 在這種情況之後 試過新的 都不行 症狀都沒有什麼好轉 那你跟著見到 如果 有種氣醬 那你就立即 就用那個 甘雞辣 所以一般的情況 如果有 是吃錯東西 跟著是腹醬 土舌 那你就會用那個 甘雞辣 如果你只是普通的 土舌 那你就會想 就是新的 阿神 OK 好 原醫生 剛才介紹的 同類療劑 覺得 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 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 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炸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 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